盘点白米历史上,最强硬实力前五,泰森盖伊的9秒69竟然没上榜,亚迈加三雄包揽前三,Top5,贾斯汀·加特林,9秒78逆风0.3米每秒,2015年钻石联赛,摩纳哥战男子白米比赛,布老男神贾斯汀·加特林,以9秒78的成绩夺冠,这场比赛的封锁为逆风0.3米每秒,按照穆卡雷公式计算的话,这场比赛的硬实力达到了9秒76, 大家也都知道,那个赛季的加特林有多夸张,多次打开9秒80打关,尤其是世锦赛逆风0.5米每秒的9秒80 有很多的路要走,来看看第二枪,比赛开始,加特林启动加速非常猛,看看突中跑,再开其他选手应该是两身的以上,最后的加速冲刺,上台最后的成绩 Top4,泰森·改伊,9秒75顺风0.9米每秒,2009年柏林世锦赛,泰森·改伊以一己之力,逼出了最强的柏林, 顺风0.9米每秒的风速,改伊跑出了9秒71的成绩,应实力为9秒75,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说,为什么不是9秒69呢? 道理很简单,满风速下的9秒69经过换算的话,是不如这场比赛的,所以没能上榜也是很正常 Top3,阿萨法·鲍威尔,9秒72顺风0.2米每秒,2008年洛桑大奖赛男子100米比赛,鲍威尔一PB,9秒72的成绩夺冠 现场的风速为顺风0.2米每秒,应实力成绩为9秒74,算是弥补了没能在奥运会中一展风采的比赛 Top2,尤罕·布雷克,9秒69逆风0.1米每秒,2012年钻石连赛洛桑展白米比赛 布雷克在一枪制的比赛中,拿出了奥运会级别的水平,同时一举获得了历史并列第二人的成绩 此外,这场比赛的成绩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,逆风0.1米每秒跑出9秒69,经过换算硬实力达到了9秒70,主要是海拔影响大 Top1,尤罕·布尔特,9秒58顺风0.9米每秒,2009年柏林世锦赛,全力以赴的布尔特 让全世界看到了什么叫速度,顺风0.9米每秒的9秒58,经过换算得出了9秒62的硬实力,成功拿下白米历史上,硬实力排行榜第一名 比赛开始,布尔特的启动和带衣 相信并驾齐驱,布尔特在50米超到了前面,轻松地获得过9秒58 比赛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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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!